下面讲一下QE车头两边夹的安装方法 先把锁紧螺丝给它冲掉 然后这个抬起来 这样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然后这两个螺丝是来固定这两个杆子的 它可以调节杆子的那个宽度 这个宽度是根据你的自己的轮椅的两根管子的宽度来进行调节的 宽一点就可以给它往外弄一点 然后窄一点就往里面收一下 这个转轴是来调节你的轮椅 它那个前面管子的倾斜度的 这一颗螺丝是来固定这个几个压口的 然后松掉的话就可以瓢 然后调好之后给它打紧这样就行了 这个夹子是来抱你前面的管子的 然后这两颗螺丝是根据你前面管子的粗细来进行调节的 也是调节它们的松紧 然后这样 调就是抱上管子之后调节完之后 这样缩紧 这个松紧度的话要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太松的话容易拖出太紧的话力道就会就就会比较大 所以说要调个适当的力道 这个先让它保持在松的状态 然后把这个抬一下 然后咱们可以先挂单边 把轮椅推过来 然后这边差不多对齐 这样 然后把这个挂上 这样就有点松了 然后你需要调调这两颗螺丝 给它调紧一点 这样松紧就差不多了 挂好这一边另一边也是一样的 然后把它这个两根杆子 摆正 跟轮椅角度给它摆正 摆正好之后 就可以把这两颗 这两颗螺丝给它打紧 这样角度就固定了 插动 然后就把这两颗螺丝给它打紧 就有点重 看这两颗螺丝 然后把这两颗螺丝给它打紧 就有点重 就有点重 不过那些螺丝 看这两颗螺丝 这两颗螺丝 也会跟这两颗螺丝 就有点重 完全重 再重 把这两颗螺丝也得上紧 现在已经装好 下面我们讲一下怎么使用 把它拆掉 把这两边的包夹给它放上 然后这样抬一下 这个东西要给它蹬下去 因为这个是来固定它的清洁度的 现在离地高度大概三公分了 它的端主高度是三到五 三公分到五公分 然后装好之后把这个螺丝打紧 这样就完成安装了 车头装好之后 要把脚腿给收一下 用这个来收脚腿 你就往这边一扳 这样就行了 要拆线的情况下 把这个螺丝松掉 只要这个把手轻轻往上一推 然后把这个按钮往上一抬 这样就松掉 就像它在电视频就这样 就像我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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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么我们先做这个 感谢观看